做对的事 为民众来打拼 最后一定会得到民意的肯定 中将获得民意肯定 13号国民党中常会上 当初于朱伦 这话说的笃定 其实关起门后 浓浓火腰味 弥漫在这中山亭 下个礼拜我还是建议送考机会 那起码给他一个严重的警告 一天过去还在生气 这个他指的就是13号 中常会上与自己互骂的中常委 孙建平 起先反出派的孙建平 严厉抨击朱伦 缩短党代表 在全代会上的发言权利 遭何鹰鹿反击 更提议把孙建平送考机会 党纪处分 随后孙建平也反抢 主席眼神一看你就举手发言吗 全代会都还没登场 反主派挺主派已经正面刚上 我说主席啊 你这种桥段是不是你安排的 限说党内民主 钳制言论自由 是违反世界潮流跟台湾民意 他说我是主席打手 在法律上他对我是人生公共 这个是走回19世纪啊 另类的党内恐怖啊 朱立伦不倒 国民党不会好 谁都痛不下这一口气 说到底还是指望 主席选举 如今就在 由党代表不满朱立伦 没对线三年前竞选承诺 扬言抗议之际 13号中常会上 朱立伦也兑现承诺 将全国党代表 每年一万元的募款 责任而改为 鼓励性质的乐捐制 被视为为全代会拆带 估计减少1900万 朱立伦自行负担 在届满的最后一次 全代会前 党内矛盾 统统搬上台面 就看风向 吹往哪边 TVVH 留意见面 台北报道